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肢体接触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领域除外 这个就是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 今天是第一天开跑的 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的车辆 公共交通内的人潮都明显增多了 从威省到冰岛的冰卫大桥 今天也出现了堵塞的车龙 一个小时只行驶了5公里 其实慕尤丁的这项宣布 确实是令全国的人民都感到措手不及的 因为你看5月1号是劳动节是公交 那2号以及3号就是周末 要在短短的三天里面 就是安排整个企业的雇员重返到工作岗位 并且要符合政府规定的一些SOP 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政府在3月18号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到了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阶段了 军警的这一个严格的管控 还有民众的高度配合呢 确实是让我国的疫情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呢 看起来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 那卫生总监的诺西山也有说 我们呢其实已经成功了压平了这个曲线 按照数据的显示 我们看到我国的这个单日通报的新增病例呢 从4月17号开始 已经连续15天呢是维持在双位数 是令人感到振奋的 不过呢在5月2号还有3号的时候呢 就回升到了三位数 那先跟你报告一下就是 其实呢第四阶段的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原本就是预计在5月12号结束嘛 可是呢慕尤丁却在5月1号就宣布了 有条件的这一个行管令 也就是PKPB 那那么巧的 接下来两天的这个确诊病例呢 又回到了三位数 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心里面是感到非常不安啦 是 是就认为说呢 我国人民真的有高度的自律 然后来面对这个复工后的新常态吗 那复工后到底这个感染群呢 是不是会大爆发呢 其实这种种的问题都是民众关心的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交通工具 人流量增加嘛 我们可以看到吉隆坡快节通 Rapid KL发出了一项通告 即日起啊 所有乘坐旗下公交的乘客呢 都一定要佩戴口罩 入战前呢也需测量这个体温的 此外呢 为了避免车站站台和火车的人潮拥挤呢 Rapid KL将会控制月台跟车内的人流 既是同一个时间呢 限定人数进入这个月台 所以顾客呢 等待的时间呢 会比平日还要更长的 那今日开业的14业者呢 也严守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 跟防疫措施 入内用餐前呢 都必须要测量体温 还有填写个人资料 那每张桌子呢 中间也要相隔两公尺的 那另外呢 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里的 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说 目前呢是没有了这个 10公里的范围的限制 不过还是不可以跨州啦 那如果你需要跨州 或者回到城市工作的话呢 早前就已经有开放申请了 所以如果你已经申请的话呢 是必须要依据警方的规定 也就是说 在5月7号到10号之间呢 启程 如果你在这个日期之后呢 有这个跨州 或者是回程的这个需求的话 是必须提早 要向警方提出申请的 是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 你都会觉得 哇 一个暂时的有条件管制令 怎么那么麻烦 可是呢 我们来看回首相署 经济事务部长呢 那都是李穆斯达法 他在昨晚接受一场 电视访谈的时候 就有指出 如果政府啊 再不方宽 这个行动管制令的话 大马经济呢 将倒退 四年那么多 他是说 政府有条件的 放官行管令呢 是为了避免 国家经济倒退 他也表示呢 如果政府 再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经济呢 将会像2016年一样啊 人均收入将从 一万两千美元呢 降至九千美元的 那放宽这个行管令呢 也让 也能让人民呢 能够工作 不再依赖 光怀人民经济 刺激配套 进而呢 可以提高购买力的 其实呢 有条件的提早解封 说穿了呢 就是出于这个经济 还有政治的考量 那慕尤丁本身呢 相信他也承受了 很大的这个压力啊 是 如果说呢 是由站在前线的 这个医护人员 或者卫生部来 拍板决定的话 我想或许至少应该 会坚持到第四阶段 或者一直到这个 5月12号为止 然后呢 再来做一些检讨 或者安排 所以你看 从这个宣布复工 到正式复工呢 其实才短短的三天 老板也好 管理层也好 或者是员工都好呢 相信都是处在一个 非常措手不及的状态 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其实诺西山呢 就是卫生总监呢 他在5月2号的 这个记者会 就曾经有 含蓄的强调说呢 他认为 今天复工 其实是一个缓冲期 对 慢慢来 对 不代表说呢 所有的人都要在今天 一起勇去上班的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呢 尽量就是让雇员 或者员工呢 采取一些轮班制 或者是部分办公 居家办公 才有办法呢 就是把这个感染群呢 降至最低 坦白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 倒退呢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这一个困境 或者是个挑战 不只是马来西亚有 那全球很多的国家呢 几乎都是无一幸免的 工当然可以开 而且也必须确实要开 相信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的M40 还有一些领取日薪的朋友呢 已经撑不住了 而我国政府呢 其实在协助这个 低收入族群 这方面的努力 坦白说是还有待加强 不过关键在于说 我们如何确保说 不会在全面复工以后呢 爆发更多的这个感染群 所以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卫生 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还有记录这个访客的 个人资料呢 以便呢 日后可以追查 还有追踪的话 这一些都需要啊 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高度自律 坦白说 这也已经是 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性常态了 没错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继续带你关注 这个有限度的行动管制令啊 所以请你也要持续的 留守CD Plus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持续留守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铭 哈喽我是佩玲 接下来呢 这一段新闻 它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 可是呢 佩玲花了好长的时间 就是替大家整理 所以请你一定要持续的留守 那我们说的呢 就是这个 国防部长伊斯麦莎比里 就指出 政府已经在线报上 颁布新的行动管制令条规 PKPB 也意味着之前的条规呢 将会被取代 因此呢 全国各州都必须遵守 他说如果有特定方呢 能想要再遵守 这个第四阶段的行动管制令条规呢 在法律上呢 是错误的 OK听起来有点复杂 对吧 所谓的第四阶段呢 也就是原本的 从这一个原本的日期 一直到5月12号为止呢 是所谓的第四阶段 可是呢 首相慕游丁呢 已经就是在5月1号的时候 就宣布了 这个所谓的PKPB 也就是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 所以呢 所谓的第四阶段的 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已经没有了 OK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做点理清 所以呢 我相信啊 现在很多人呢 对于有条件的行管令 PKPB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来得太突然了 所以在消化上呢 是需要花点时间 那各方呢 也有自己的诠释 还有解读 不过呢 伊斯麦莎比里 今天的这一番的言辞 可能会令一些早期表明立场的 这个各州政府 有一点点难以下台 那我们看到呢 从昨天到今天 全国呢 有十个州属 因为顾及到 害怕这个疫情呢 会在周内再度的爆发 就宣布不会跟随 或者只是部分跟随呢 这一个联邦政府 有条件的行管令 那这十个州属呢 分别就是由 雪兰儿 森美兰 槟城 马六甲 霹雳 彭亨 沙巴 沙拉越 吉打 还有吉兰丹的 那尽管说呢 这十个州属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 表明的立场 可是呢 我就看到说呢 各报记者 今天在走访呢 这个各州 主要的一些城市 或者街道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很多州属的这个路障 还有军警人员呢 已经是移除了 那工厂呢 几乎是全面复工 所谓的不会跟随 可能真的只是 占了极少数 那不管怎么样 沙巴 还有沙拉越的 这个州属呢 已经率先表明说 会坚守呢 目前的这个行动 管制令呢 一直到5月12号 是不会配合放宽的 那吉兰丹 还有彭亨州呢 也表示不会跟随 那槟城 雪兰儿 森美兰 还有霹雳州呢 则是有策略的放宽 不过呢 还是会禁止一些领域 像是说 这个餐厅里面呢 都还是不可以内用 不准提供这个汤食 那我们来看看 吉兰跟马六甲 还有玻璃市州政府呢 则表示说 需要开会 才会提供进一步的指示 那柔佛 登加楼跟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呢 以表态说 他会跟随联邦政府的 以挽救州内 疲弱的经济 不过呢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伊斯麦 沙比里今天的借准会 因为刚刚我们在说的呢 都是各州政府 之前的一些 率先的表态 对 可是今天呢 伊斯麦 沙比里是说 他就举例了 他说 这个政府宪报上呢 颁布第四阶段的 行管令的时候呢 是允许最多两个人 可以在一辆车上 可是到了第五阶段的 行管令 也就是有条件的 行管令呢 是允许呢 最多四个人 在同一辆车上 那他就说 现在全国 包括各州 还有各县 都将受到呢 1988年 传染病预防 还有控制法令 342法令的这个约束 还有呢 就是政府在宪报上 针对第五阶段的 行管令 所颁布的这个条规 那伊斯麦沙比里 今日也指出呢 政府落实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并不意味着 1988年 传染病预防 跟控制法令呢 是失效的 那在这期间呢 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者呢 仍然会被对付的 他表示呢 有人对于342法令 是否还有生效 是感到混淆的 有条件的行管令 跟之前其他的行管令 名称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你违法的话 你还是会被抓的 他指出 在该法令指下呢 不遵守标准 作业程序的人 可被罚款 不超过1000令吉 或者监禁 不超过6个月 或两者监失 那商店等呢 如果没有遵守的话 也会在该法令下 被勒令关闭的 较早前呢 大马厂商联合会主席呢 苏天来 他其实就有呼吁 各州政府说 希望呢 可以跟随联邦政府的 这个脚步呢 去落实有条件的行管令 允许业者复工 那以便呢 可以使到我国的经济呢 逐渐的复苏 他就认为说呢 其实行动管制令 到了现在 已经将近50天了 他认为说呢 目前的疫情 也受到了 这个卫生部的控制 那疫情曲线 现在已经被拉平 所以他认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赶紧呢 就是要让商业活动呢 就是重新启动起来 那他认为说呢 我国的经济啊 才能够复苏的 他也提到说呢 其实在前面 三个阶段的 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有150万名的员工是复工 但是受感染的 这一个人群 还是非常少的 他就说 根据这个 产商联合会的记录呢 旗下的成员当中呢 只有五名员工是确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 如果是150万名员工当中 只有五名的员工 确诊的话呢 就表示说 我们的这个防疫措施 做得还不错 但是现在各州 所有的工厂 所有的企业都 全面复工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 做到这一点吗 那我想呢 这真的是有赖于 所有人 还有包括呢 这一些企业主的 一些配合了 没错 那如果真的不幸的 你的员工就是被确诊 新冠肺炎的部分 雇主的费用 费用又要谁负责呢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继续针对 这个话题 这个课题 再继续的更深度了解 所以请你一定要 持续的留守CDPLUS 欢迎你持续留守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明 哈喽我是佩玲 是接下来的这一则新闻呢 就是要请雇主们留意了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莎比里就指出 所有工作领域的外劳 需强制进行 新冠肺炎检测 那费用的部分呢 是由雇主承担的 他说呢 这项外劳检测行动呢 将从直辖区 和选来俄州开始 那伊斯麦莎比里呢 是在今天出席 部长型管令 美日特别会议之后呢 在立场的记者会上呢 是如是指出的 他就强调说 任何的经济领域 不管你是工厂 或者是这个餐馆呢 或者是工地 一旦呢 有员工出现了 新冠肺炎的 确诊病例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被勒令关闭 那作为防范 还有遏制疫情 扩散的一个措施 今天的会议呢 也决定了 将会强制 所有领域的外劳 不管是建筑工程 工厂和餐馆的外劳呢 都必须要进行这个检测 那比较重要的这一点呢 就是费用呢 是由这个雇主呢 去承担的 他就有说 过去的这两天呢 国内的确诊病例呢 有增加的趋势 不过呢 主要呢 是在一个安邦的工地 那涉及外劳的一个 新的感染群 那工程部呢 现在已经指示了 这一个工地呢 必须要停工跟关闭的 那其实呢 说到了这个外劳的感染群呢 我想你也不陌生了 因为我们在一些 国际的新闻上 也有看到说 很多国家目前呢 爆发的基本上 都是跟外劳有关的 这个感染群 像是在新加坡 我们的邻国 或者是在沙地阿拉伯等国 那这些国家呢 主要也是外来的 这一些移工聚集的国家 那这一点呢 马来西亚确实 必须要多加留意 是没错 那昨天5月3号啊 是世界新闻日 那这几天呢 有一些消息满天飞 CD Plus也要在这里呢 替你打几甲新闻啊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复工之后呢 若员工不幸感染 新冠病毒呢 公司需要承担 员工的医药费 而一个员工的医药费呢 是高达8万令吉 若是加上呼吸器 或者加护病房等费用呢 更可能超过10万令吉 OKOK 先来讲一下 刚刚说的这些数额呢 都是错的 都是假新闻假消息 那目前呢 就有看到呢 这个贸工部呢 针对这些网民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这些假消息 贸工部的回应就是说 目前呢 只有政府医院呢 是提供这个 新冠肺炎的治疗嘛 所以这一些治疗的费用呢 都是由政府承担的 不过呢 隔离费用是由雇主 或者雇员承担 则是视这个情况而定 那检测方面呢 涉嫌机构旗下的会员呢 是可以通过 该机构进行检测 不然的话呢 业者就必须要承担 这一些不是 涉嫌机构会员的员工 因为这些员工呢 可能到时候 只能够在私人诊所呢 进行检测 那这个费用 自然就比较高了 那如果说呢 你去进行检测了之后 你并不是确诊了 这一个病患的话 那其他的一些费用 像是车马费啊 或者是一些 私人诊所的费用 则是由雇主承担 那另外一个呢 在社交媒体上面 流传的消息啊 就是说 如果公司或工厂 有人感染病毒的话 政府呢 就会派人来消毒啊 届时需要付费的呢 是18万令吉 OK 现在提出了 都是假新闻啊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那我们刚刚呢 就有询问了一些 业界人士就指出说 其实目前呢 市面上的一个 合理的消费费用 大概就是一方尺 40仙左右 所以如果说 你的这个工厂的面积 是比较大 比方说是5万公尺的话 那算到来 大概也是2万令吉啦 其实不可能呢 是到18万令吉 那么夸张的 所以在这里呢 还是要再一次提醒 所有主编点新闻的听众 不要听信 这一些路边社的 小的消息 其实呢 你在接货 任何你没有办法 确诊的 确认的这个消息 之前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先尝试 像有关的这个单位呢 进行查询 或者呢 是参考一些 正规媒体的一些报道 那确诊了这一个 真伪之后呢 才做转发的这个动作 否则 如果呢 你只是接获了一些消息 你觉得 哇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贵 然后你就去做转发的话 其实你这样的一个举止呢 根本就是在添乱 那当然换句话说呢 我个人其实也非常期许啊 首相部长 或者是其他一些 在民众的面前发言的 这一些众事领袖 能够给予我们 最正确的一些讯息 还有指引 而不是说呢 我们在听完了 汇报演讲 或者记者会后 反而我们一头污水 到底这一些众事领袖说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这个细节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所以呢 明确跟清楚的 这个讯息的传播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组合一些令人 担心啦 惊慌的这一些假消息 继续在网路上的 这个传播 那这一点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那待会呢 在下午六点的时候呢 我们下班有话题 会针对哦 究竟复工之后 我们要遵循什么SOP 然后或者是雇主方面呢 他需要注意些什么 也欢迎大家 一定要参与 待会的下班有话题 因为我们也会在 脸书上做直播哦 所以呢 请你持续的留守CityPlus 因为明天在同样时间呢 我们也会为你带来 主编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